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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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上映的其他几部好莱坞大片 却因种种原因飘航表现不及预期 神奇动物 格林德沃之罪 目前仅拿到3.77亿元 注定无望超过第一部在华5.9亿元的成绩 无敌破坏王二1.77亿元 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1.12亿元 迪士尼的这两部影片 本月堪称在华遭遇华铁路 无名之背逆袭为国产片死守阵地11月 缺乏重磅国产影片上映 由于每周都有好莱坞大片上映 国产影片的市场空间受到很大抵押 只有饶小智指导 陈建斌 张宇 任素希 潘彬龙等主演的荒诞喜剧无名之背 凭借好口碑一军突起 在上映首日排片和票房均不利的情况下 票房持续逆袭走高 极致目前已达4.94亿元 夺得月度票房亚军 对国产电影死守住一块阵地 其他国产影片的市场表现都比较差 除了无名之背之外 只有严谨俊二指导 周迅和秦浩主演的《你好!之华》 以7949万元票房 名列第十名11月月度 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引进片占据八席 取得绝对领先的优势 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的《无双》在11月 拿到4832万元票房 名列当月票房榜国产片第三名 由此可见本月国产片在电影市场上表现之惨淡 如果没有无名之背的逆袭 票房数据将非常难看 贺岁当失宠 海王将夺12月票房冠军 12月内地影市一向是国产片的天下 尤其是中下旬的贺岁当黄金时段 往年都是重磅国产商业大片 扎堆上映的黄金当期 但由于这几年春节当的崛起 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 欣喜剧之王 神探图棕林 流浪地球 等多部备受关注的国产大片 扎堆明年春节当 今年贺岁当上映的国产片显得有些弱 反倒是12月7日上映的海王 有望成为独业 致命守护者之后又一部爆款引进片 海王由华纳出品 由曾指导速度与激情期的华裔导演 温子仁指导 杰森诺马 艾美百希尔德 帕特里克威尔森等主演 根据DC漫发改变 从上映前的媒体后悲 和影迷关注度来说 堪称为影先热 而且该片在中国内地比悲美早上映两周 这也是其备受中国影迷期待的一大原因 12月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 值得关注的是商业大片 有人间喜剧 武林怪兽 天气预报 云南重鼓 断片之险图独宝的 从导演 明星阵容 话题热度来看 都不如去年贺岁当 如果不能出现黑马的话 不过 我的考 Mol